8加2 好 我们10点钟截止登记 报告主席先请一下部长 请苏部长 李委员早 这个请教部长 是的 今天一个最大的新闻 跟经济部中游有关 是的 这个新闻 大家看了非常的紧张 也觉得好像不可思议了 说是中游偷偷把有毒的污水 倒入河里面 趁着台风雨天 三年搞了55次 那还讲 这个排出来的污水 可以导致血癌 或是生肌胎 肌型的胎儿 甚至讲到这种成分 可能有的成分 会影响 那所谓的肝癌 肾也受到伤害 脑也会受到伤害 肝也会受到伤害 神经也会受到伤害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想请教一下 如果真有这件事情 那还不只是那些病啊 它还渗入整个的土壤 跟灌整个的灌溉系统 那将来稻米 那将来苏果 那将来都会出问题 我请问部长 有没有这件事情啊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我们看过环保署的发表的那个新闻资料 也看过中油公司的一个书面的一个回应的资料 那么中油公司是认为这是在余大的时候 一流的造成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现象在那边 所以中油觉得要申诉 但到底真相如何 经济部愿意花一点时间来彻底了解一下 是不是真的是余大的时候一流中间没有任何刻意的一些违规现象 我们会去做状案了解在那地方 所以目前中油也发表一个很严正的盛名稿 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要站在主管机关 有权力也有责任啊 来把它理清一下 是不是我也请一下环保署沈署长 还有今天中油 我小的是 中油公司 好像中油是林副总嘛 是不是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中油排出去的 大家说不是废水 下雨天的积水的污水 不是 是场内产生的有毒的污水 借机就排出去了 所以在附近都觉得甚至是臭气熏天啊 请问到底排的是什么东西 能不能给社会一个答案 孙师长 向委员报告 我们同样的了解就是说 就是雨大的时候 照正常的排放的话 它报备的是 已经超过它的池子的容量 或者水沟的容量 而一定会溢流出去 超过它的设计的一个容量 那这一次所发现的就是说 它是有两个很大的这个 除槽 各五万吨去装这个平日在沟里收集的水 或者雨大之后初期的 因为初期还可以收集的时候 而且初期的水是比较脏的 收到这个槽里面去 收到之后就是等到 这个溢流完的 没法收到的溢流出去 是吧 等到天晴的时候 再打到污水处理厂去处理 但是在我们现在的资料里面 发现就是说 这两个槽的水 就随着这个溢流的水 就也放出去了 也放出去了 就是说照理说 收到槽里水就不该再放出去 但是也放出去 所以是有违规违法的地方 那当然是有一些情况 就是水量很大 等于稀释度 就像刚才讲到那些影响 都会被稀释掉 就是不是它的影响 是会被稀释掉的 这个我看环保署 好像是很确定 并且好像我从看到的资料 就是环保署要向追讨 他们所节省下来的 因为趁着下雨就排出去了 节省下来的污水处水费 也就是2630万 高雄市环保局说 想打算叫中油高雄厂停工 有没有这件事情 请署长答复一下 我想因为所发现的事实 就是说当然地方政府 也有监督的责任 所以我们也要 高雄市政府本身也要检讨 它有向它报备 而为什么没去发现 它这样的一个排放的情况 有停工的可能吗 其实它现在只要不排 就是不会有问题了 那停工 还是惩罚性的停工 还是为了改善性的停工 那对于这个中油 我个人认为 它的整个的影响 是跟我们的民生 每天要供油是影响的 那你只要用惩罚性的一个 这个处划 就已经达到我们的目的 所以我们现在是 过去没有办法 过去了不起 罚到100万块钱 但是现在行政法法 可以去追讨过去 它该付的钱 没有付出来的钱 而把它都罚出来 那这已经达到 我们惩罚的目的 是 讲的要罚2630万 这个是确定的 目前是初步算出来 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 最后请部长跟中油 简单的回应一下 环保署这样确定的说 确实是违法了 谢谢 是不是请中油 做个说明一下 中油说明一下 因为这个事情 我想中油很了解 第一个 大家非常的担心 这些有毒的物质 第二个就是觉得 中油就是国营事业 国营事业就是政府单位 那我们平常就要民间 要严厉的警告 他们不能这样做 那现在中油政府 自己都 怎么怎么趁着这个下雨 就把有毒的 自己场内产生的 这些有毒的物质 也排出去了 所以大家感觉很震惊 请最后答复一下 好 谢谢委员 首先报告一下 我们在这个8月29号 南马都台风来袭的时候 因为带来了好大雨 我们高厂的厂区 以及半平山 所有这个雨水产生的净流水 已经超出了我们这个 我们废水处理工厂的这个产能 那所以在地面的这个 这个雨水的部分呢 我们是经过像高雄市环保局报备 然后在我们的放流口去放放流 那这个时候当时排放的时候 这个高雄市的环保局 以及南区读查大队 都有来取样 双方都有取样 那取样的结果到目前还没有罚单 表示就是说 那从这个资料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三年来55次 我们每次都有报备 报备的结果呢 水值都是经过检验的 都是合格的 只有三次我们被开了罚单 55次里面只有三年来了 就是说他都会来采样取业 请教副总 你讲的是不是 你不接受环保署 是是是 所调查的结果 以及他的对你的处分 你们不接受对不对 是是是 不接受 因为我们的排放水值 都是符合国家报复 刚刚提到就是说 有没有什么有毒有害的 其实是完全没有 好好我知道 最后请施部长 呃呃 部长这件事情 我刚才报告 因为我看过 环保署的那一个书面的资料 也看到了 我们中油公司的一个 书面的一个澄清的资料在那边 显然中边是有差距的 所以为什么刚刚跟你报告 我们是了解 到底内容是怎么一回事 中文怎么有这么大的出路 这点我们会来做 请请问部长大概多少时间 因为这件事情 这个新闻 这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因为这很专业 很专业 而且时间 目前 神部长讲 时间拉得很长 所以最快您觉得报告什么时候出来 因为国人都在等这个答案 可能要花个两个月时间 一定要 反正部长这件事情的 涉及到整个的老百姓 而且我跟委员的想法一样 国营事业不能做任何违法的事情 这国人是最起码的一个 假设这种事情的话 不但被处罚 我们觉得我们内部都应该处分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好的 我希望部长有严正的态度 并且尽快的有一个答案给社会 谢谢 我最后请教部长 这个婴儿奶粉的事情 本席在10月3号就直询 所以现在这个整个进口的奶粉 这个一罐要进千元 这个年轻父母亲 他们买起来也很辛苦了 那现在财政部的态度已经出来了 只要经济部 估计认为 愿意应该调降奶粉的关税 他们完全没有不同的意见 经济部对于我们婴儿的奶粉 幼儿的奶粉是什么态度 报告一下 婴儿奶粉国内大部分是进口在分装的 所以这个产业在国内是很小的 不大 所以基本上 假设财政部有这么一个认为跟认同的话 经济部会尊重财政部的态度 这个您有没有一个基本上的一个看法 或者跟财政部跟他们商量的时候 基本的原则 就是是不是降关税 有没有可能降到零关税 有没有可能 财政部的副案是什么 这案子是有公务局在承办的 局长在旁边 他说得更清楚 好的 请局长 大家关心这件事情 局长已经知道了 就是会怎么样的一个立场 包括跟财政部沟通的时候 这个部分分为两阶段 第一个就是有关机动调降的部分 我们已经行为给财政部 我们尊重财政部的意见 因为这里面涉及主要是关税的损失 那刚刚部长您说明过 国内对于婴儿奶粉的产业 除了分装以外 事实上没有直接生产的部分 所以对国内的产业是几乎没有影响 那么至于要调降关税到零的部分 这里面主要还是因为关税损失的部分 所以经济部这边的立场 我们是如果财政部认为要调降 我们会支持财政部的立场 就是你们也是赞成 也是主张要调降的 对不对 财政部认为关税的损失 他们认为不会对国家造成重大影响 我们就会支持 因为只是讲说是呼吁要多生孩子 可是不能帮助这个父母亲减轻负担 这句多生小孩也成最后也是成一个空话 我们过去部长 两个D目前的情况都不好 不论是面板还是DRAM 现在第三个D来了 就是LED LED现在政府对于他们生产过剩的问题 也开了会了 部长简单的讲 怎么帮助LED产业 怎么救他们 部长简单回答 我想用救治可能稍微严重的一些 因为台湾的LED的技术相当不错 那现在问题出在全球的市场 没有像预期中成长那么快 所以有些产能过失 所以问题不只是出在技术问题 问题出在市场面的问题 那现在市场大家都认为呢 最大的市场可能是在亚洲地区 特别是中国大陆 所以如何能够透过我们两岸的平台 去打通大陆的市场 这是目前我们认为是关键议题之一 这是第一个报告 目前LED的很多产品 特别是照明的部分 目前很多的标准还没有一字化 需要大量推广 有它那些瓶颈所在 所以如果尽数的能够让国际上 取得一次的标准 这是目前经济部在努力的 我二要先报告这两点 有学者业者建议 经济部要真的帮忙 也甚至要考虑到经济部来买单 部长的看法怎么样 我们基本上会把所有的业者 跟学者意见都会统一来做个分析 你看看 看政府能够负担到什么地步 我们会做逐步的分析 所以昨天我跟业者也提到说 我们需要把业者意见收集之后 我们用一个月的时间 来分析它的可行性 分析它的一个优先顺序 然后再排出来 整个业者做报告 就是一个月左右 就会有一个辅导的方案 就会出来 实际上方案是有 只是方案如果修正的问题而已 好的 谢谢部长 谢谢